從以前到現在我一直都對植物很有興趣 然後我有印象是我從國小的時候就跟我的阿公 會在我們家的花圃就教教花 植物我真的去開始接觸它的時候是 等到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家搬家 然後我有自己的一個小陽台 於是我就開始上網找資料 然後去買了一些植物回來自己種然後自己試 然後才做了直不起來實驗室這個節目 對然後才讓你們認識我 半妥廢的事情是我那時候上大學的時候 我是讀美術系我應該要什麼都接觸 雖然我知道我的東方美才比較不好 可是我還是想說書法感覺蠻有雅致的 然後就去學學看這樣子 結果就是我很努力的去學 可是真的就是調性完全不合 我就是因為學書法這件事情讓我了解到說 其實人生到了某一個階段 你應該要去選擇的是 你應該往一個你有興趣 然後你很有自信的地方 繼續的鑽研 而不是說你什麼都想要學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太斜槓了 我覺得這是我一直以來面對還蠻重要的挑戰 就是我覺得是經濟狀況 即便我今天不把我自己當成公眾人物 當我的粉絲到達一定的順便 大家也會以一個半公眾人物看待我 當來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變成說你沒選擇的工作 或是你講的話都必須要非常的小心 雖然可能我覺得業配是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可是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我就覺得說 我就是葬事者我還是學生 所以我可以拍我想拍的東西 那我的受眾我的觀眾 他們也可以直述的看到 我真的想傳遞給他們的內容 而不是說可能必須要有商業的包裝 可是到達了現在 我已經畢業了 已經脫離學生這個身份 我就要開始慢慢的去思考說 經濟來源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必須要活下來 我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樣 就是無後顧之憂 所以我才選擇跟你們合作呀 我從獨處這個系列課程 找到花草茶這堂課 然後我很有興趣 我覺得現代人都非常需要自我療癒 等於說就是你必須要讓自己平靜下來 那這種方法很多 那我覺得透過植物去讓你平靜下來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因為暫時讓一個空間的那種感覺回歸到零 你不是說讓它變好 可是就是讓它變零 那當空間變到一個零的狀態 其實你就可以慢慢的讓自己平靜 是啊 當然是啊 我覺得在某個層面 當然是要對自己有自信 你在解決問題的途中 你就是要找方法 那你在尋找方法那個過程中 你眼神反而就是非常的閃亮 就是你要找到你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你要去專研它 所以你們就是要來好學校上課 這樣是不是太業 好笑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給自己機會去做嘗試 因為你要發展一個興趣 你一定要真的去接觸它 你才知道它適不適合你 就像是我當初為什麼會知道我喜歡插花 然後選擇了日式插花 是因為我去上了西式的插花之後 我發現我還是對於真正的一種儀式性 或是技術層面 我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透過一些線上課程 你去了解它 你才能真正的去繼續發展那個興趣 讓你的眼神也會閃閃發光 很充實做得好 我覺得我今年我自己覺得我做得很好 跟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去清華大學TAE的演講 今年又陣縫我剛畢業 然後又要去當兵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換期 那我覺得我目前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今年也過 不用追求對 要追求沒錯 因為對只有一種解答 可是沒錯有非常多種 不知道妳們想要跟相機合照嗎 妳剛剛突然看人家拍 妳就拿相機那種照片 今天就是那一天 過眼神發光的生活 今天就是那一天 過著眼神發光的生活